其实除了挑鸡肉之外 你知道大家每天都会知道的鸡蛋 到底要怎么样来扮别吗 我们用科学的方法 泡在盐水当中 还有用扭蛋的方式呢 带你来看什么样的鸡蛋 是比较新鲜的 如果大家有类似的问题 一样哦 可以在这个郑凯云的FB 或者是健康2.0当中提问 我们会请专家来做实验 接下来是我们的健康即时通 健康即时通 让你即时通健康 每个人家里头 都有这个蛋 蛋非常营养啊 所以不管是我们拿来做水煮蛋 或者是做卤蛋 还有蒸蛋等等都跟它有关 这蛋的好坏 新不新鲜到底要怎么挑呢 今天有科学方法 还有啊 我刚刚提到水煮蛋 有的时候蛋黄外头有一圈 颜色比较深一点 有点灰灰黑黑的 这个时候就有人说 这样的蛋好像不好哦 是不是含有重金属等等 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张热老师要来为大家解答 好 来 首先呢我们常见的这个水煮蛋呢 看起来会像这样子 对 OK 那譬如说我把这个蛋黄剥开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一层黑色的 OK 那有一些这个有机的这个业者 他就说哎呀 有这个黑色的呢 这个可能有重金属污染 我们家煮出来的蛋呢 对不对 可是这很正常耶 我煮的蛋都吃了 难道真的有问题吗 对 当然是没问题的啦 还好还好 那他说你看我们煮出来的蛋是这样子 都不会有这个黑色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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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两个比起来 有没有 这个就是丑小鸭心 对 然后这个就是好像比较漂亮一点 是 OK 好 那这个其实不是重金属污染啦 这个其实是硫化物 蛋里面本来就会有的物质 所以当我们加热到过热 然后加热时间过久 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蛋白里面的这个硫化氢 它会跟这个蛋黄里面的铁质作用 变成硫化铁 那硫化铁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咯 所以要煮漂亮的蛋 这细节非常重要 老师直接带大家来看 到底要怎么煮呢 好 首先呢我们这边需要一些盐 好 那这个盐呢 其实我们大概就是一个三大匙这样子 为什么要把盐加进来啊 好 加了盐之后呢 这个水呢它会提早沸腾 大概在七八十度的时候 它就开始沸腾了 而我们今天要煮这个蛋 就是不希望太高温 所以我们希望测量到一个 大概七八十度的这样一个温度 那其实盐是一个很好的小防守 它大概七八十度就会开始沸腾了 这样子 那煮的时间呢 那煮的时间呢 我们其实全程只需要十二分钟 所以是要把马表拿出来记起 那一种 对 OK 现在可以 好 差不多可以开火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火给打开 就从这一刻开始要记时十二分钟 好 我们就开始记时 好 那这时候呢 蛋就放进去了 好 放个三颗蛋好了 原来煮蛋还有这种 完美的时间跟比例 原来就是加了盐 然后时间是十二分钟左右 老师 我们现在看到 好多小气泡跑出来了 锅子也有小气泡 还有蛋也有小气泡 好 这样大概是代表什么啊 又是几乎啊 那看看 现在大概是五六十度 至少到了五六十度 这个时候呢 融在液体里面的气体 譬如说一些氧气啊 氮气啊 这些气体 它会承受不住这个温度 它就会先跑出来 所以你看到这小泡泡 还不是沸腾喔 这些只是融不下的气体 先离开了 你看 现在它温度加很快 对 五十七 五十八 就在五六十度 就会出现这样的小泡 对 没有错 OK 好 煮十二分钟 它现在还需要一点时间 是 那老师 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来判断 我们一般的生蛋 到底它是不是够新鲜 有什么好玩的方法 听说有一个 可以把它当扭蛋一样玩 对 好 一颗蛋新不新鲜 主要要取决于 它里面的液体的量 好 那如果放了越久 里面液体就会越来越少了 好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液体的一个惯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经验 譬如说这个一碗汤 如果你只转动外面的碗 其实汤 内侧的汤会保持在原地 有 对 好 当你转完 尤其是因为比较浓稠的汤的时候 那当你转完 停住了之后 其实那个汤已经被你加速了 可是你碗停了 汤还会有惯性继续出 对 还会旋转 所以概念是很像的 所以当我们去转动这个蛋的时候 扭蛋 我们发现 我把它碗停住了 放开它还会继续被液体带动 好 再来一次 它还会继续被带动 对 代表这里面的液体是非常多的 这是一个检疫的判断方法 但它不是最好的 最好我们还是要检测它的密度 不过这很有趣 对 对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来比较一下 我刚才看到这颗蛋好像很容易转动 对 而且万婷它还蛮容易停 你看 它比较容易被转动 你看 这颗蛋 跟这颗蛋我们来比较 这个就没有那么容易转动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做密度上的测试 就是除了扭蛋之外 转得快的 而且按了之后还会继续转的 相对它是比较新鲜 但是它不是非常科学的方法 如果比较科学 其实家里头又是盐能够来帮忙了 是的 对 好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可以准备这个6%的食盐水 那我们其实就是量这个盐 然后放到水里面 那浓度比重上大概是6%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 它的如果密度比较小的话会浮起来 那如果密度比这个盐水大的话会沉下去 那新鲜的会浮还是沉 好 新鲜的话密度会比较大 所以它会沉下去 新鲜的蛋会沉下去 对 那相对水分如果比较少的话呢 它就会浮起来 刚刚这两颗 这一颗 你从外头旋转来判断哪一颗是比较新鲜 哪一颗比较不新鲜 这一颗呢我们要转动 比较不容易转动 按住了之后放开 它比较不容易停下 这一颗呢很容易转动 那按住没有它停 它其实比较容易停 好 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相对这一颗是比较不新鲜的嘛 对 有这样的机会在喔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好 首先这个 放进去 新鲜的会沉下去 所以它沉了 对 它沉了 好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颗 好 我们把它换起来好了 对 不然它空间不够 那我们放到这杯来好了 OK 好来 那我们再换一颗 它浮在水上 它像乒乓球一样 就这样浮起来了耶 好明显喔 好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 而且非常科学的方式 来检测一颗蛋新不新鲜 太棒了 这个方法很好 在家里头也可以带小朋友做 沉下去的呢 就是比较新鲜的蛋 浮起来是相对比较 没有那么新鲜的蛋 那么我们刚刚说是6%的水嘛 所以就是94cc的水 加上6公克的盐 这样子的比例 就可以检测蛋到底新不新鲜了 老师 像这个浮起来的话 这个蛋就一定要煮熟吃了 对 会比较好 那其实酱都还是正常 你可以正常可以去吃 但是你就知道 这个蛋已经放得比较久一点了 对 好 至于我们煮的酱 我们再回来这里 好 其实我们稍微看一下 它现在的温度 这个就是沸腾的开始了 老师说这是沸腾的开始 对 80几度你会看到 底下这个泡泡跟刚才不一样 刚才是小小的 附在钢壁上面 可是现在它会有一些 这个泡泡是比较大的 好 其实这就是沸腾的开始 OK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加入盐的效果 就是希望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好 那我们就从这个画面开始 计时一分钟 计时一分钟 好 开始计时 一分钟之后就要把它关掉了是不是 对 在一分钟的这个时间内 它就会慢慢地从小滚变得比较大滚一点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关掉 然后持续闷它这样子 OK 就是看到这个反应的时候 计时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关火 是 OK 现在一分钟过去了 现在的温度是86度左右 因为刚刚有特别提到我们加了盐 对 加了盐 它会提早沸腾 对 所以80度你就会看到一个沸腾的线上 那我们现在呢 现在要关火了 好 所以我们让它持续这样一分钟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火给关掉了 泡一会儿 然后泡到12分钟这样子 再泡12分钟啊 不是 是泡到 泡到总共时间12分钟 好的 我们这蛋刚刚已经12分钟 足足12分钟煮好了 那老师你说要泡一下冷水 目的是 好 泡一下冷水呢 目的是要让它中止再让它对内受震 因为它热还是会一直往内传递进去 所以我们泡个冷水 那这样也比较好不会烫手 OK 那现在就可以来试试看了 好 来 12分钟可以煮出完美的蛋黄颜色 外头就不会黑黑一圈了 老师这你满意吗 对 来 我们来检视一下 来 你看它的蛋黄 里面是漂亮的黄色 太棒了 我们再比较一下 如果说是一般过手的蛋的话 会是这样黑黑的 有没有 对 这两个就很明显了 这个是过手 这是12分钟 是 家里头可以煮的黄金蛋 记得在里头加点盐 是 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的小知识 加盐巴啦 就可以知道说蛋到底新不新鲜 甚至用扭动的 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脸书上 郑凯云的粉丝专页 或者是健康2.0都可以提问 我们请专家来为大家做实验 一年龄采订阅 一年龄采订阅